观世音菩萨吗 观世音菩萨住哪里 有人住在脑袋里 那你的脑袋应该很大吧 不然你怎么放得下牵手观音呢 好 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Q&A请写下来 观音菩萨住哪里 请写下来 回去想一想 回去静坐的时候 念一念六字大名字 请问观世音菩萨你告诉我 你住哪里 对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是来帮助你 增长对观音访人的智慧 第一 以经文而说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 他现在住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变文 这是敦煌的壁画 第二 观世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是禅坐的 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叫做大悲 大秤三昧是非常深的 他的心很定 这是我们要学的 第二 请看 华人的世界里 大部分都是供这个西方三圣 所以你会发现 观世音菩萨现在是站着的 那请问 观世音菩萨坐着跟站着 有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不同 坐的代表如如不动 大秤三昧 假如你以法华心蛇说的话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修大秤的法华三昧 假如在华言会上 向善才童子问观世音菩萨 你修什么 华言三昧 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站着呢 站着代表立他 你看就像我这样坐着 坐着没办法拉人嘛 你要站起来才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观音菩萨站着西方三圣 代表大悲心 利益众生为主 那请问你有没有看过 观音菩萨躺着的 有啊 卧佛不是躺着吗 释迦牟尼佛 涅槃的时候不是卧佛吗 吉祥卧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讲完以后 又有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 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道调的 我摸了一下 我说我目前没有看到这一段经文 可见小朋友很有想象力 青少年充满了智慧 好 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新加坡排行榜第一名的 我做过市场调查 因为现在大家不太喜欢前面这一张 前面这张是我们在台湾流通很广 它是江义子继续画的 它按照唐朝的画风 像敦煌壁画 所以你看起来很正派 很庄严 但有些人觉得有点野肃 年轻人呢 喜欢rock music 喜欢这一张 他说观世音菩萨在跳rock music 我说OK as you wish 可见 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观世音菩萨长什么样子 观世音菩萨是男众呢 还是女众呢 听考 这个都很重要 在大圣庄严保王经里面 你才知道观世音菩萨怎么度众生的 所以这个是西方三圣 新加坡排行榜第一名 在其他国家我就不知道 再看 日本净土真宗也供西方三圣 中间是阿弥陀佛 日本人对历史文物非常重视 他的很多文物呢 得过世界文化遗产的奖励 你看到 一佛二菩萨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世智 注意这西方三圣也是做的 再看 最有名的日本 十三堂的圣十一面观音 现在我要考一考你 请问你怎么分圣十一面观音跟牵手观音呢 请问你看一下我后面这尊 静明佛学社供的这尊观世音菩萨 请问你认为是牵手观音的请举手 第二 你认为是圣十一面观音的请举手 第三 你觉得牵手观音跟圣十一面观音 两个刚才有综合的请举手 第四 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没有举手那你代表什么意思 那你表示连这尊佛像你都分不清啊 好很有趣哦 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有讲 观音菩萨有无量化身 我这一次也会介绍六种观音 答案告诉你 前面这尊菩萨是圣十一面观音 以及牵手观音 两个的综合体 这是两个的综合体 圣十一面观音 就是西藏念的大悲神咒 我有一片西地 南无人那扎呀呀 南无哈呀扎那 撒他大悲哲那 对 那个就是圣十一面观音咒 而我们现在念 南无哈来扎那扎来呀耶 南无我里耶 这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咒 所以两个是不同的传承 所以慢慢讲 待会讲到第十二页 我这次也会正式介绍六种观音 有东密的 也有西藏的 所以看幻灯片这张 这张事实上呢 它是圣十一面观音 怎么说呢 它的头顶啊 是呢 有十一个头 传统上在印度跟西藏呢 是应该要有三层四层 代表三三得九 再加两个 所以代表华严精的十一地 可是日本人有时候啊 他呢觉得太高了 所以以前的日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日本人的房子都很小 所以呢 圣十一面观音 他照相的时候就说 哎呀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那没有这么多空间 就请你小一点吧 就把他这样排一排了 绕一圈 圣十一面观音 有时候他的手 会显现是十六支 也有跟准提菩萨一样 十六支或十八支 但假如是真正是牵手 牵眼观世音菩萨的话呢 他就真正呢 会显示一千支手 后面我会为大家介绍 在重庆大竹石窟的石雕里面 真正你去数 真的就一千支手 这才叫牵手 牵眼观世音菩萨 在介绍第四类 也介绍了 大乘佛法 敦煌壁画 也会介绍东南亚的佛教 也会介绍日本佛教 所以希望你去日本的时候 东京 京都 奈良 不要只是去观光而已 希望你也能够参观 很多我们唐朝的佛像 我目前我是没有去过 不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去 日本的佛教是非常的庄严的 接下来看第四个 藏传佛教 观世音菩萨 我刚才说 不但度娑婆世界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他都度 当然他对西藏这个民族 也特别的互念 所以藏传佛教里 请看幻灯片 一佛 二菩萨 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右边注意是 大士智菩萨 蓝色 左边在藏传佛教里面讲 观世音菩萨是在 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所以他刚好的方位 是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没有画错 他们是按照经文法本而画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是白色的四壁观音 那为什么你会说 师父这里阿弥陀佛是红色的呢 那是因为藏传佛教 配合东密 台密 有五方佛 属于西方莲花布 所以莲花布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红色的代表什么呢 一切功德就尽圆满 所以你会发现 西藏的拉玛是穿红色的衣服 西藏的拉玛不会穿咖啡色 也不会穿黑色 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 我说我以前 像我的衣服是咖啡色 因为我的寺庙出家 他们会说奇怪 你们怎么这么多衣服 有咖啡色 灰色 金黄色 还有土黄色 怎么这么复杂 那我问他说 你们穿不穿黑色呢 他说不 黑色代表恶业 所以我们不会穿黑色的衣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佛陀的正法 有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是佛的正法 可是他们穿的衣服呢 有很多历史文化的因缘不一样 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好 请看这张 这张就真的是千手观音 看到吗 他真的是一千只手 然后呢 注意看 他有三成 脸呢 有绿色 白色 跟红色 对不对 白色代表 宁静 红色代表慈悲 那绿色代表什么 愤怒 比如你的小朋友 新加坡考试不读书的时候 你一定什么 好好打他一顿 对不对 那你打他 爱他吗 你是真爱他 但注意 打他 但是不要打他的耳光 让他身体受伤 所以基本上 我是相信爱的教育 但是呢 我觉得适度的体罚 是可以的 为什么 举个例子 23年前 我在全台北市 各位知道台北市有101 对不对 旁边有一个学校 光复国小 我是全班第一名毕业 全校第三名毕业 十个学期 连跑步都要85分以上的 弹钢琴的美术呢 都还要85分以上的 我毕业的时候呢 十个学期 90.46分 而毕业 所以我选了光复国小 全台北市最好的学校出家 我出家的时候呢 人家说 你头脑坏掉 你头脑坏掉 那我在教学的时候 第一天问卷调查 因为光复国小都是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的学校 很难教的 很多人都来挑战老师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最后一条我问 请问贵家长 你赞成体罚吗 刮胡 当然不会伤害到你的孩子 但是呢 不会打他的屁股 不会打他的手心 打他有肉的地方 不会打耳光 你赞成的请 打勾签名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我曾经打过三个小孩 二十年到现在 他还跟我联络 他真正列根性很重 后来我学了佛 我觉得呢 他是恶鬼到来的 还有一个是呢 阿修罗到来的 还有一个是畜生到来的 刚好三个到 我有三个学生 到现在都还跟我联络 为什么 因为他很难控制自己 你叫他不要偷东西 他就这样 老师那不是我的手 我说那是谁的手 他说是螃蟹的手 所以 当然注意听 我这样公开讲 不是叫你要打孩子 而是说 观音菩萨 为什么献愤怒像 听好 地狱恶鬼畜生 乃至于阿修罗道的说 观音菩萨 是献愤怒像的 愤怒像以后 他才会听你的 观音菩萨 要为他说法 他才会听 所以叫做 有马头明王观音 不然你想 为什么佛经里面 观音菩萨 我们中国人理解都是 观音菩萨很庄严 对不对 不一定 庄严 其实应该是你的心 我们中国人 讲严父跟慈母 才能够把孩子教好 父亲很凶 妈妈很慈悲 这样两个要配合 以前老师跟家长要配合 才能把小孩子教好 同样的观音菩萨 注意听 他有神通 他要度你的时候 一定是先用神通 看你过去 现在 未来 你用什么方便 可以接受 假如你这个是 很难度的话 观音菩萨会陷得 很凶的 叫愤怒明王 或者马头明王 或者马头观音 来度你的 所以在六道里 你会看到 观音菩萨 有多是很恐怖的样子 其实他心中 是充满了大悲心 为什么呢 因为像是虚妄的 你们不是读金刚经吗 凡所有像都是虚妄 所以看这里 观音菩萨 绿色代表愤怒 白色代表宁静 红色代表慈悲 这样三三得九 第二个一转 绿色在中间 然后呢 第三层再一转 红色在中间 三三得九 久了 在上面有一个很凶的 叫阿达尔玛佛 是普贤王如来的愤怒声 最上面一个红色的 才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以换句话说 观音菩萨的老师是谁呢 身身世世就是阿弥陀佛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很多人喜欢念观音菩萨 很多人喜欢念六字道明咒 很多人喜欢念 观音菩萨的圣号 不管大悲神咒 西藏的大悲咒 中国的大悲咒 可是我发现 有些佛教徒呢 喜欢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却讨厌阿弥陀佛 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应该回去想一想 你喜欢观音菩萨 求男孩等男孩 求女孩等女孩 求财得财 求财 求发财得发财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他老师呢 是什么 你错误的邪见 还有你的分别心 那你说观音菩萨会不会生气呢 他不会 因为他知道你叫做美法度 那就先兜你到西德西世界吧 但是 他旁边的护法是会生气的 会惩罚你的 好 接下来 既然我们要研究 显密缘容的观音法门 首先我们要感谢释迦摩尼佛 在《大乘庄园保王经》后面曾经说 释迦摩尼佛过去当过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他经过无量节无量节啊 都不知道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他也不知道这个法门怎么修 他问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释迦摩尼佛在阴地里 曾经当过观世音菩萨的学生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 会撑到《大乘庄园保王经》 我们首先要感谢释迦摩尼佛 所以我们开经济之前 我们要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 各位请看 假如有机会你到中国五台山 这是冬天的五台山 五台山里面有一个大白塔 传说这里面有释迦摩尼佛的设例子 其中有一个叫塔院寺 塔院寺里面呢 有我们中国伟大的玄庄大师 从西天真正的取经 把佛陀一模一样的脚印给拓回来的 这张是我拍的 他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已经很用心的 因为我在拍的时候 我念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请你让我拍得很好 我将来要利益很多众生 好 那你看 他就拍到玄庄大师用拓回来 大家知道拓吗 就像你墙壁上有书法 拿个纸 涂墨枝 把它拓回来 然后他亲自把佛陀的脚印拓回来 那佛的脚印真的是有千福伦象 这是玄庄大师对我们中国的贡献 其实玄庄大师是很了不起的 媲美玄庄大师呢 日本出了一位空海大师 我后面也会介绍 那我比了一下 假如我长得这么高的话 我的脚也没有很大 中等 佛陀的脚比我的脚大 一幼二分之一大 所以可见佛陀那时候是很高大 在南传佛教刚开始 是不允许雕佛像 因为出家人不可以拿刀子 那南传佛教怎么纪念佛陀呢 有几个 第一个 莲花 第二个 菩提树叶 第三个 法轮 第四 佛的脚印 这是我要放这一段给你看的 所以可见 莲花 菩提树叶 法轮 以及脚印 英文叫symbolism 象征主义 象征的什么呢 法轮代表法轮常转 脚印代表什么 我们跟着佛陀的脚印走 所以我们今天修六字大明咒 功德是很大的 怎么大呢 我先讲一段给你听 释迦牟尼佛说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假如有十二年 一直连续的下雨 新加坡很少下雨 最近有时候 像我们台湾 有开封天的时候就来 十二年一直下雨 从早一起下 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下 请问各位 你算得出雨滴有几滴吗 很难哦 可是释迦牟尼佛 他算得出来 因为佛陀是骗一切智者 三千大千世界 下雨下十二年 下多少雨滴 佛陀可以算得出来 可是释迦牟尼佛又说 若有人 虔诚合掌 宁一声六字大明咒 我宁听听 OM MANI BADMEI HOM OM MANI BADMEI HOM 你感觉怎么样 很庄严吧 怎么没有掌声鼓励一下 我现在念的是梵文 所以可见呢 原来是念 OM MANI BADMEI HOM 可是传到西藏的时候 西藏人的舌头 比较粗大大的 所以它BADMEI呢 连音呢 它就变成BEDMEI HOM 所以你现在听藏文的英文 OM MANI BEDMEI HOM OM MANI BEDMEI HOM 但是西藏人念 可是原来是应该念 OM MANI BADMEI H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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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摩尼佛说 若有人这么虔诚地念一声六字大明咒一声 胜过于三千大千世界 十二年所下的雨滴的功德力这么大 所以你才知道 六字大明咒被称为万咒之王 就是出自于这部经 大乘庄严宝宝王金 所以释迦摩尼佛也说 他也依这个法门 度过无量无边的众生 为什么呢 功德力是大悲观圣音菩萨的功德 所以你不要小谈念 OM MANI BEDMEI HOM 甚至不但念 听好 受持 书写 佩戴 乃至于呢 一样有功德 所谓受持 就是你心中念 佩戴 各位最喜欢的 戴六字大明咒的戒指啦 手环啦 对不对 还有我还看过有两个联友 刻个六字大明咒的耳环 这是观音菩萨的慈悲 的确 乃至于戴六字大明咒的水晶项链 我现在讲的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 是有经论根据的 所以你对于一些业障深重的众生 或是你说 师父有些众生很固执很难度 怎么办 买个六字大明咒的 买个六字大明咒的项链给他吧 买个六字大明咒的这个 戒指给他吧 但是不要戴第三指 第三指的话以为你要跟他结婚了 对不对 人家会误会 所以现在台湾很流行 年轻人呢 手机是六字大明咒 前一阵子在打网路上 有叫幸运咒 你收到这个呢 要送给一百个人 然后你的愿望就会买 这是真的 的确那就是六字大明咒 那是什么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所以我相信各位今天晚上终于听到一个很好度众生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买六字大明咒的水晶跟项链通通给他 或者佩戴六字大明咒的你们叫做手机吊饰或是皮包吊饰 这真的很好 为什么呢 但注意听 我问过西藏的人伯切 他们不太赞成六字大明咒呢 印在衣服上 因为回在家衣服上的时候 你试着什么的衣服都一起洗 还有人来问过我 那师父我可以被六字大明咒印在sexy underway 我说不太好吧 这样观世音菩萨天天看着你的屁股不太庄严吧 所以注意听 从恭敬跟庄严的角度 六字大明咒 当然哪里都有佛 因为我讲佛法要讲清楚 不要放在腰部以下 所以你皮包若有六字大明咒的卡片 暂时不要放在你的背后 你可以放在你胸口的口袋 因为代表什么 恭敬心 的确这会让他升起无量的功德 若有你的众生 有忧郁症 你也可以为他点六字大明咒的点灯 所以我很高兴地征求过 敬明佛学社的主席 跟弘法部主任 他们非常慈悲 最后一天 第六天 我会带大家念点灯祈愿文 共六字大明咒的共灯 愿我们将来都往生极乐世界 好不好 请看下面幻灯片 好 那现在佛教讲三种智慧 闻思修 各位在百忙当中天里迢迢地来听闻佛法 大家都知道佛法修什么 修闻所成会 思所成会 修所成会 我觉得华人的佛弟子呢 对闻佛很好 真的 我从在家居士也很喜欢听经佛法 我也听了很多师父讲经 我也听我的师父讲经 而且我听我的老和尚讲经呢 都听过三遍跟五遍 各位也很有善根 但是我希望帮助新加坡的联友 思所成会要加油 修所成会要更用功 请看 修什么 修界定会 各位大家就知道 会里面有分两类 第一个世俗地的智慧 第二圣意地的智慧 什么叫世俗地的智慧呢 比方说做电脑工程师 或是做art designer 艺术设计师 对不对 新加坡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建设 新加坡现在建的最多是什么 赌查 新加坡建设很好 我很赞叹 这是你们有福报 所以学电脑 学建筑 都有很多很多的智慧跟知识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很多的人 尤其是现代的众生 很聪明 很有创意 但是心地并不善良 你不觉得吗 很聪明 很有创意 但是心中烦恼很多 所以我们来学佛法 我们来学佛法 我们学的不单单是指 世俗地的智慧 我们还要学圣意地的智慧 圣意地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指界定慧 当然 严格说界定慧也包含 世俗地的智慧 跟圣意地的智慧 但我这里要告诉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学的目的是要 断我们的烦恼 控制我们的念头 让我们出六道轮回 而不要再来继续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这才是我们学习佛法 很重要重要的核心 假如你失去了这个核心 你来生可能当国王 你来生也可能当文物百官 我相信各位 刚才念了《华元经》的祭奏 你以为会是 贤结千佛里面 遇到千佛的佛弟子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好好得去想一想 你心中的烦恼还是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得在新地方 好好下功夫 所以我想问你 你来佛法学什么 第一个 学新的知识跟概念 Learning 哎呀 我从来没有听过 世圣地呀 我从来没有听过 六度波罗蜜呀 我从来没有听过啊 十二音缘啊 二十五年前 我当大专生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 石头山普县法师讲 六度波罗蜜 那时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 我想这是谁说的 这么有智慧 不失词戒忍辱 精进禅定波罗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因为我在学校 是第一名主演毕业的 中国的古书 我读非常多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六度波罗蜜 而且布施呢 还有分三种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我就跑去问师父 师父你这里是从哪来的 他说从大智度论来 那大智度论谁讲的呢 龙树菩萨讲 我说龙树菩萨是谁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我就跑去翻大智度论了 再有一次我听一个法师讲 十二因缘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十二因缘的时候 我才知道 哎呀原来我是这样来投胎的 所以可见 听闻佛法 会让你产生智慧 的确因为你学到很多 佛教的Buddhist Knowledge And the Buddhist Concept 佛教的知识跟概念 很好 但是我希望各位联友 这么用心你来听经 我也真的很用心 所以好话坏话 我会说真话 希望你要第二个更努力 Reviewing 检查你现在的想法 跟看法 对跟不对 适当跟不适当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大会工作人员很辛苦 有一千多人要来听经 我们说慈悲 有些老菩萨就会很心急 排队的时候 你怎么碰到我 哎呀那时候 你的观世音菩萨的悲心 去哪里呢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虽然每天很虔诚地念 普门品 念大悲咒 念观音菩萨 很好 师父肯定你 因为我也念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 我对我旁边的人 真正有没有慈悲心 好的人 你会对他有慈悲心 坏的人 你会不会对他有慈悲心呢 你说我考虑考虑 那请问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 专门来找你的茶 Get your trouble 我叫troublemaker 在你公司里面 专门讲你的八卦 你会不会对他有慈悲心呢 那可能就很难了吧 对你来讲 是不是就很大的挑战了呢 你不是念过大悲咒吗 大悲咒 请各位翻开 第十六页 大悲餐里面 第一句话 第三愿 南无大悲观世音 然后呢 愿我速度一切重 哎呀糟糕了 现在有个冤亲在主来了 你说我该对不度他呢 他你要 要有智慧 真的要有智慧 我举一个例子跟你分享 我很真心跟你分享 因为我也在学习观音访 有一次呢 台湾流离性性感冒 我自己也生病了 生病了呢 我还发烧了 发烧呢 我还坐subwayMRT 从我住的地方要坐车 到上课的地方要45分钟 结果呢 很多很多人我也在排队 我也在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Omama ni ben mi ho Omama ni ben mi ho 结果上了车以后呢 我坐了一个位置 突然有一个脸油 就坐下来 转过头来 你是师父吗 我说我当然是啊 师父 我有没有问题 可以问你吗 我那时候动了一个念头 我那时候动了一个念头 天哪 我都已经发烧了 我扁桃线也发炎了 我今天晚上还要去奖金呢 我该不该帮他呢 我真实跟你这样想 我动了第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他说师父 我有忧郁症了 我想自杀 我可不可以打扰你一下 我转过头来 可以 没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告诉我 我只有三十五分钟就要下折 没有问题 我会帮你 其实我心里很准 身体啊 physically 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自己都发烧 然后我就听 他说师父啊 我的先生不好啊 打我啊 我的小朋友呢 也不孝顺啊 我的先生又有外遇啊 我很认真工作了三年呢 今天又被老板辞职 我真的很想自杀 怎么办呢 我说念观世音菩萨 我就教他 我讲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鼓励他 然后对啊 他说师父 我从来都没有学佛 今天看到你很高兴 我观世音菩萨会认识我吗 我说会会会会 我回去以后会帮你点香 然后呢 我今天要讲情 我一定会跟观世音菩萨 他说师父 那我抽我的名字给你可以吗 我说好 我答应你 他告诉我某某某 帮他祝福他 我说我一定会帮你送经回乡 他说好 我就告诉他 你没有念住没关系 用拿手指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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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直念 反正你哭也没有用 对不对 悲伤难过 只会浪费你的体力跟能量 你哭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先把你的心定下来 那你说 他就问我 那请问我先 对不起 可能我功力太深了 好像没什么电池 阿弥陀佛 每次讲得很精彩都会这样 然后他就问我说 师父 那我先生外遇了 我小孩子就这么不孝顺 我念观音菩萨 他们会改变吗 我说答案会 但是你要有耐性 不是说你今天念了 明天就改变 没那么快 但是你念观音菩萨 一定有用 我就讲了很多观音菩萨的故事 一两个鼓励他 我亲身周遭 他听得很高兴 然后呢 当他下了车 我又转另外一个线 我又继续念观音菩萨 等到我出了结院 我的发烧好了 这是真的 这是观音菩萨 当场加持我的 我这样说 我并不是我告诉你 师父 心虹师修得很好 听好 我没有神通 现在很多灵友传 我有神通 不可以 我有菩提心 我有正知正见 但是我真正感受到 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自己很痛苦的时候 你看到另外一个众生 比你还痛苦的时候 你真的愿意帮他吗 一般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 你可以说 我又不要理你啊 因为我不认识你嘛 那位灵友很虔诚 那因为时间很短 下了车之前 我还抄一个 上爷金色网站给他 我说有空你可以上网听听 我有很多开示 也欢迎你来 然后我也每天 为那个灵友祝福 也帮他诵经回下 很可惜 我现在没有见过那位灵友 不过我相信 他的确会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祝福 所以我要讲的是 当我们自己也很痛苦 我们遇到一个 比我们更痛苦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放下自己的自私 而去帮助他吗 这个不太容易 好 那你会说 师父啊 我有帮他 那请问 假如现在的众生 帮了你 又骗你 又害你 那你还帮不帮他 有人就说 嗯 我要考虑考虑 这是很自然的 不过要提醒你 表示你的观音的悲心 不够圆满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 要杀你的爸爸妈妈 那你度不度他 你可能犹豫了 对不对 你会对一个 真正害你的人 你也念观世音菩萨的 六次大明宗祝福他吗 假如你能升起的话 师父会恭喜你 你真正在他身上 修满了大悲心的功德力 当然注意听 刚开始人家骂你 或恨你 或是讲八卦的时候 你真的很恨他 这是讲真话 你恨他 可能恨三天牙痒痒 可是你要想想看 恨完以后呢 你还是不能改变 那你为什么不转过头来 调伏你的称心 念六次大明宗 念观世音菩萨 也祝福他 希望他也从烦恼中 得到解脱呢 这样子的话 你才是真正 观世音菩萨的好弟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正 你检查你自己的行为 身与意 是不是充满了大悲心 当然 现在的社会很复杂 注意 慈悲的先决条件 要有智慧 所以你每天在念 拜大悲惨 你也念 大悲心陀罗宁咒 你也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知一切法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渡一切众 那请问 你有生起对众生的悲心吗 再来一个极端的问题 众生无量无边 在四十八院讲座 我讲过 我再提醒一下 那你现在看到 一只蟑螂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真的会生起大悲心吗 注意听 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在观音法门上 是很用功 可是有很多 观音法门的薪水 你们并不察觉 这是希望我能够建议你 也勉励你 也提醒你 请问你看到蟑螂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看到蚂蚁的时候怎么办 我问过老菩萨 他说 师父我就这样 哦 欧米陀佛 到极乐世界去吧 我说你确定他 你送他到极乐世界了吗 你说师父 我不小心 我干脆在念三遍 大悲神咒 回向给他 那我问他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可见 杀身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这个定义是很广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观世音菩萨 看一个蟑螂 跟我们看一个蟑螂 有什么不同 答案是 Different view 见解不同 我们看到 一个蟑螂是什么 第一个 很脏 二 有细菌 第三 观音菩萨 就说你会对蟑螂说 请问你是男的还女的 不要来靠近我 对不对 我们会有一个强烈的习惯性我值 而排斥蟑螂 因为你觉得 他会弄脏了我 他会伤害到我 其实那时候 你失去了大悲心 老师跟你说 这是讲真话 可是观世音菩萨 看到蟑螂是什么 注意听 以金刚经角度来讲 观音菩萨看到蟑螂的时候 他看到了体相用 第一 他看到蟑螂也放光 他有佛性 这个光也佩户三千大千世界 可是我们看不到蟑螂的光 只看到蟑螂身上的细菌 第二 观音菩萨有神通 看到过去 现在跟未来 他知道这个蟑螂 过去生可能当过人 也照过恶业 所以这一生 他堕落为畜生道 变成观蟑螂 第三 观世音菩萨就会入定 入大悲三昧 用神通宽 这个蟑螂过去是喜欢什么 我才能够跟他结善缘 假如这个蟑螂过去 是当过牛 喜欢吃草的话 观世音菩萨就会对他 母 那蟑螂就会听到 有母的声音 我喜欢这个声音 然后观世音菩萨就用神通力 显现清脆的草 蟑螂就过来了 蟑螂过来以后 观世音菩萨会跟他说法 叫他念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请问你有没有对 观世音菩萨 你有没有对过蟑螂念过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好像你从来没有 但是你若受菩萨戒的话 看到众生 你就应该为他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可见 我们看到蟑螂 跟观世音菩萨 看到蟑螂不一样 那观世音菩萨 知道了他蟑螂呢 他当然知道 可是他知道 这个蟑螂的身体 透明的像彩虹一般 是暂时的 他的业力一尽的时候 来生他可能又投胎做人 他可能也继续学佛 假如观世音菩萨 继续放光 照这个蟑螂 假如他过去 是佛教徒 也会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跟阿弥陀佛的圣号的话 我告诉你 以大乘庄严保王金而说 这个蟑螂啊 就去了极乐世界啦 是真的 所以 杀身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你更要有智慧 所以看回幻灯片 我现在要讲的说 我们真正的希望 这次讲座 不单单你只是听 哦哦啊 补门品我也会啊 你要回来反省 我的行为 身口意 真正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广大慈悲嘛 当然 碰到不好的人 那是 逆缘 但是他也是最好的磨练 磨你的大悲心 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读过金刚经 很多新加坡都有 很多金刚经 诵经法会 请问 释迦摩尼佛遇到 歌力王 五百世做忍辱先人 请问 你做过仪式的先人吗 释迦摩尼佛修五百世啊 忍辱啊 对不对 可是呢 很抱歉的 我要说 请你们再深呼吸一下 新加坡 新加坡人很连勇 很爱 complain的 真的 你们呢 忍辱心不够 我刚刚说 龙的船人 脾气很大 第二 这个环境太舒服了 这是你们过去 是修来的 师父要随喜 但是呢 遇到不舒服的环境 不要动不动 发脾气 先把心定下来 先念 把自己的心给定下来 你就不容易写发脾气 这样第二个叫 reviewing 第三个 action 很重要 显现出 你与正知正见结合的行为 我们很认真的参加大悲餐 我们也很认真的念大悲神咒 可是呢 你要有真正大悲心的功德力 举一个例子 在48单元我讲过 我觉得有些例子 你听过的人有了 再复习一遍 你也想一想 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毛病 我要去努力呢 四五年前 我有一个学生 很喜欢念大悲神咒 每天念 他一天可以念49遍 跟108遍 他念到呢 真的是很用功 但很可惜 他没有正知正见 他喜欢修 而不喜欢学 然后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跟我讲 师父 我一个看到一些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说那是什么 幻境吗 还是幽民界众生呢 在台北市 宗教动物啊 就像你们的 Achel Road的样 Shopping Area 他说他走路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啊 是别人看不到的 那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我觉得很恐怖 那我说你怎么走路呢 他说我这样走耶 我说你有问题耶 我说有问题 不是你念六字大名 就有问题 而是你的心有问题 观世音菩萨 看六度众生 都不舍弃他 你怎么会看到 这些儿生恐怖心呢 我反问了他 他还不太高兴 说我修得不错耶 我说错错错错错 你虽然念了 你没生起大悲心 因为你的见解不太正确 就像我刚才讲的 注意听 我们看到蟑螂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有没有生大悲心 真正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请考大悲神咒 或六字大名咒的光芒 会让所有的众生看到你 是很宁静跟欢喜的 而且是祥和的 对不对 众生看到你会很欢喜的 宁静来靠近你 怎么你念越念大悲咒呢 看到鬼越多 而且你是越怕鬼的呢 鬼也有佛性啊 那我问你 假如今天讲座完了 你回到家里 今天晚上到明天 突然有鬼来敲你的门 怎么办 你说 哎呦不要来找我 去找星空法师啊 可以啊 欢迎 我会教他念六字大名咒 所以在大传庄严 保王经里面 常常讲 观世音菩萨 怎么度六道的众生 所以见解很重要 当然你可能会感觉 我念大悲神咒 的确人是有磁场跟能量 在某些地方 如果不干净的确你会觉得不舒服 可是你更应该升起大悲心 我现在就去帮助他 你更应该专心的念六字大名咒 然后呢 观想观世音菩萨 放光加持他 你这样才真正帮他 再举一个例子 我也曾经遇到林友来跟我讲说 师父 我很认真念六字大名咒 我也念观世音菩萨 可是很不幸 我回到乡下的时候啊 乡下的房子啊 我遇到了鬼啊 结果我念 Om Mani Pay Me Home 他也念 Om Mani Pay Me Home 轰轰轰轰 然后他还跟我说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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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的啦 他吓死了 他跑来问我怎么办 你有佛性 他也有佛性 对不对 你会念六字大名咒 他也会念六字大名咒 哇 那个林友吓得毛骨悚然 第二天呢 就来找我 我说是因为你的心念 念力不够强 这个后问题 注意听 后来我问我西藏的老师 尊贵的贡格国佛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问他专心听哦 这个问题很重要 为什么会鬼跟你说 你没有用呢 因为你只是嘴巴念 心没有念 知道吗 假如嘴巴念就可以的话 那你想想看 CD录音带 不是每天都念吗 那CD跟录音带 他应该长翅膀 都去极乐世界了 那新加坡应该是很多CD 都会飞到要填上去吧 对不对 可是CD呢 No consciousness 没有意识 所以念大悲咒的人听好 先要心很正 你要想 我念六大悲咒 是为了救度众生 而这个功德力 是大悲观音菩萨加持 所以西藏的 功高仁波切给我回答 第一 佛弟子要深信 皈依的戒律 你是皈依三宝 你就有戒 你有受过戒 你一定有戒体 所以他不会来伤害你 你不用怕 第二个 要观想 你要观想 观世音菩萨像太阳一样 在你的眼前 万丈的光芒 大悲心 金色的光芒 像太阳一样 照着你 也照着对方的鬼 跟一切的众生 他就会得到利益 所以 你刚才听我念 梵文的六字大名咒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庄严呢 因为我很认真的观想 观想的先决条件 你要先训练你的心 很定 接下来 假如你碰到了那个鬼 你不一定嘴巴跟他说话 但是有些人 总是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 不管有缘跟没有缘的 幽冥界众生 那你可以问他说 How can I help you? 你可以讲华文啊 我如何帮助你 真的 当你讲就像朋友一样嘛 Hey, hello, can you help me? Yes, I can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我如何帮助你? 当你升起大悲心的时候 注意听 你身上会放大悲心三昧的光芒 所以鬼不会伤害你 他反而会很恭敬你说 你这位是很真心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有时候鬼会跟你说 欸,我很苦啊 送几部金给我吧 那你就送金回向给他 有一些鬼也跟你讲 欸,我没有钱啊 烧一些名字给我吧 假如鬼为你这样开口的话 那你就烧名字给他 因为他很执着 还是要烧 这是方便吧 那假如鬼要你去烧一个 比如说BMW 给他 那你要问他 我不要烧一桶汽油给你啊 那假如鬼要你说 欸,很热欸 人间很热 我这边很热 我要请烧一个纸的冰箱给我 那你问他 请问要不要烧个插头啊 都要满他的愿 注意听 因为这是他的执着 是由心所现现的 所以 好,我就讲到这里 我不要讲太多 我这一生也度过幽民界众生 真正也有鬼来见我 但是我的秘密就不告诉你了 请看下面 所以修行的大悲法门 有四个阶段 这不再讲一理 第一 知识跟概念 knowledge and all concept 你也知道我们对众生要慈悲 可是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真正就生不起慈悲心 第二个 阿弥陀佛 第二个 mental experience 你有会一些心灵的觉受或经验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 请写下来 Q&A 写下来 请问什么状况的时候 会让你流眼泪而生起大悲心 你想一想 你这辈子什么情况 结果有一个联友跟我说 师父 我老公抛弃我的时候 我流眼泪了 我说 那好吧 那就用这个来训练 训练你的大悲心 不知道为什么 没关系 有空 可能检查一下 你不要跟我讲 阿弥陀佛 有吗 我知道有人在想 师父你的磁场能量太大了 所以没电池了 这说笑话的 我自己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可能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新加坡的政府对人民都很照顾 在我们台湾呢 有时候也有一些断手跟断腿的人 在菜市场爬 大家都忙着买菜 他还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是那一幕呢 会让我掉眼泪 因为所有的人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都是很急的 匆匆忙忙的 甚至有些菜市场妈 走开走开 你不要挡在我这边 让我不能做生意 对不对 你看众生 有时候是很残忍的 尤其是不了解佛法 甚至更残忍是什么呢 你看到呢 他来给你讨钱 你心恻隐之心升起了 结果呢 你丢给他五块新币好了 或两块新币 讲新币你们比较懂 结果呢 你转头的时候 你发觉是什么 是呢 那个坏人控制集团过来 打他 钱给我 那我问你 这样的恶忍 你怎么去度他呢 是不是 所以慈悲的先决条件 你要有智慧 这个很重要 后面我介绍 观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会说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各位都会有 背心经的经文 慈悲之前 其实先要修智慧 观世音菩萨是 不是说光有慈悲就够 光有慈悲 不一定会有智慧 所以 mental experience 我要讲的是说 你想一想情况 哪一种情况 会让你常常掉眼泪 而生起慈悲 那样的 picture 或vision 让你常常放在心里 你就容易生起大悲心 这是我要讲的 那你这样的悲心 才会进步 否则 你想想看 做功课归做功课 念经归念经 合起来回上完了 出去 你就觉得 世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虽然用功修行 可是呢 the quality of your practice 你的修持的品质 还要继续提升 not good enough 为什么呢 假如你遇到鬼 遇到阿修罗 或是你地狱 恶鬼畜生 三恶道的众生 来找你 你怎么办 那真的要考验你 大悲心的三摩地 第三个 请看 换灯片 正念与正知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所以你要常常训练你的心 有时候 当然我们凡夫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 正念分明 所以不舒服的时候啊 感冒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忘记了大悲心 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就忘记大悲心 没有关系 这是很正常的 你要鼓励自己 鼓励自己什么呢 我也有佛性 我要再努力 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众啊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世界 佛教徒 非佛教徒 一贯道 道教 一切的众生 他都没放弃过 那你怎么可以放弃你的家人呢 你怎么可以放弃你的老公呢 你怎么可以放弃你的孩子呢 你更不能放弃你最讨厌的人 假如你成佛的话 你会第一个回来呢 感恩啊 磨炼你的那个人 这个才叫做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否则我们嘴巴念 念归念 修归修 这两个是分开的 所以 为什么有些人 悲心的功德力强 有些人 悲心的功德比较差 就是要在这里 追求努力 接下来 第四个 Enlightenment 有分初级 中级 高级 我简单地说 就是说 你的心念力啊 训练的强弱不同 那当然 你对观音访文的这个号要 深浅也不同 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当时清末明初 中国很乱 也有战争 也有旱灾 也有人呢 求印光大师说 师父啊 我家里都是种田的 我很多很多的虫啊 那我是有佛弟子 不能杀身怎么办 大悲观世音菩萨 加持啊 让他呢 觉悟到他就去问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呢 他就想 你很有慈悲心 来 我教你念大悲神咒 印光大师就亲自在佛前 点了香 帮他念七遍的大悲神咒 然后叫他回去念大悲咒 大悲咒呢 然后叫他撒在岔原里 然后秉白说 所有的虫啊 你都有佛性 你赶快走吧 对不对 我给你三天 第三天以后 所有的虫都跑掉了 这是什么 大悲心的功德力 注意听 我们在这个世间呢 不可能存善 也不可能存恶 我所谓不能存善 也不能存恶的意思是说 你不可能完全亲近 因为你若完全亲近的话 你就不会生活在这个世间的 所以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我们要生起慈悲 更生起要智慧 而去改变它 好 请看第十二页 好 我知道十点了 可不可以再给我五分钟 让我讲一个段落 请看第十二页 前言 这是讲显密圆容的 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很用心地做了讲义 所以今天也有一些功课要你做 先请看第十二页 前言 一 显密圆通的法门 的提倡弘扬 二 这次演讲的内容 主要的重点 三 我会介绍传统教义 传统佛教的教义 教义就是Buddhist Doctrine 会traditionally 介绍观音菩萨的愿心 大家知道 大悲咒有发十愿 其实在普门品呢 观音菩萨是发十二大愿的 所以我会先介绍 愿心与修持 第四个 会介绍佛教的历史与演变 就像我刚才故意考各位 我后面这尊 请问是圣十一面观音呢 还是千首观音呢 它有它造像的历史演变 佛像呢 在印度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是长 大丈福像 它是有骨子的 在十世纪以后 中国的佛教 才有水月观音 宋子观音 现在我们拜观世音菩萨 都是女众相多 所以佛教 它有它的历史演变 再看第五个 佛教艺术与修持的结合 这会介绍藏密 也会介绍东密的六种观音 像千首观音 码头观音 很多很多的观音 第六个 我就会介绍六字大明咒 它真正的功德 第七个 就是会介绍 希望有动员了这么多人 然后由这个 精明佛学社主办的 这个佛学讲座 那我也希望能够呢 对佛法的教法 有一些贡献 好 请看 观音菩萨 光中化六道众生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讲 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 就是常常光中化六道众生 注意听这一段 请问 我们想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想不想我们啊 你确定吗 你怎么确定呢 有人就答不出来咯 你怎么知道 观音菩萨想我们 你确定吗 很多老菩萨都会想 哎呦 众生这么多 我念求观世音菩萨 还要告诉他 我的名字 深层八字 还有地址 还有电话号码 观音菩萨不要送错 其实啊 观音菩萨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一样 六道众生的所有的念头 都在他大悲心里 所以你求观世音菩萨 他真正会听到你的 不要怀疑 你相信十分 你念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力 就升起十分 当然包含念大悲咒 或念观音菩萨的圣法 你相信观世音菩萨 五十分 你的功德力 就会产生五十分的显现 你若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百分 那功德力就一百分 为什么呢 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 他光中化呢 无量的化佛当中 他也化无量的六道众生 所以你看到这张里面呢 观音菩萨从来没有离开 六道众生过 他不单单度人 他也度鬼 那有人就有小朋友问我 那师父我家里有puppie 有狗跟猫 那请问观音菩萨认识他吗 我说认识 但是你要放六字大明咒的佛号 给他听 他没有这个圆的话 他也无法认识观世音菩萨 举一个例子 你的手机的时候 常常哪时候不能打 没电池的时候 一切法都不离开 因缘果报 观音菩萨虽然想念我们 但是要我们 升起虔诚跟恭敬的时候 菩萨才会意念到你 举一个例子 不许听 虽然时间有点赶 心不要紧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家里人生病了 我得了忧郁症了 我癌症了 你一定很难过 你现在突然想 我要带他去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你就坐着 Bus 或是坐着 Suburway 跑到呢 一个shopping mall 去买花 买了花了以后呢 就千里迢迢到了 敬明佛学舍 然后呢 就顶礼 很恭敬 百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就催催念 催催念 一直念念念 念半个小时 那有没有用 有 因为你心中 生起了 虔诚与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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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联系你 跟大悲心之间的桥梁 那你对观世音菩萨 顶礼的时候 不但你表达了 你的祈愿 虔诚跟恭敬 而且你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是有功德的 为什么 在普门品里面 又不是说吗 对不对 若有人拜呢 很多很多的菩萨 跟拜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是一样的 请问 你们会不会对 新加坡的那个 榴莲 我不知道你们英文怎么讲 两颗榴莲 老年跟林文是什么 蛤 Espenet 请问你会不会对 Espenet礼拜啊 我想你不会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建筑物 不会让你生起功德 这个建筑物 只有世间的function conventional function 可以做演唱会啊 或做什么 但这个建筑物 不会有功德 但是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对 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上去礼拜会有功德呢 那是因为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心 所以 虔诚跟恭敬升起的时候呢 观音菩萨会听到你的祈愿 所以虔诚与恭敬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必须念观音圣号 念六字大明咒 或念大悲神咒 大悲神咒 起码要念五遍或七遍 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呢 想至少要念五遍 有人跟我说 师父那我念三遍可以吗 答案不及格 不可以 要念五遍以上 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共修的时候 我会鼓励人家至少念七遍或二十一遍 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语言 这样子观世音菩萨才能够互念你 好 接下来再看第十三页 附录一 点灯祈愿文 我们在最后一天 会点灯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 跟极乐世界莲慈海会佛菩萨 附录二 这是我编的大悲观音法门的简轨 很多连友听法门都会很欢喜 都会问我常常一个问题 师父那我怎么修呢 请你看四十三页到四十八页 这就是编的大悲观音法门 你可以回去慢慢看 好 请看幻灯片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天会点灯 我会带大家唱这个阿迪侠的点灯祈愿文 由第十七世大宝法王编的曲 会很庄严 所以在场的一千多位联友 都会有灯 我们可以共灯 接下来第三 这一次我也把大藏经里面 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祭奏 比方说请看附录三 第十三页 在大正藏T二十 是大藏经里面 编号一百零五十二 有一个占观音菩萨的祭奏 是唐朝的慧智法师翻译的 其实在大藏经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经文 你也可以用这个做你的功课 附录四 圣观自在菩萨的功德的赞颂 是由唐朝 对不起 由翻译的叫师父大师而翻译的 接下来再看第五 最了不起明朝 有一个皇帝叫做太宗 他亲自呢 他也修观世音菩萨法门 他亲自在定中 见过观世音菩萨 这个他不但是帝王之外呢 他也护持佛法 所以他写了一个观音战 那放在大正藏第二十册 编号一零五五五 宋法贤法师翻译的里面 他有一个叫观音战 我这次也附在后面 所以有空呢 你也可以念这些赞文 会有很多功德 好 接下来请做个记号 请翻开一百五十六页到一百五十九页 这是你们今天到明天晚上六点钟的功课 请你读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介绍六字大民族的功德 这是民国时代西藏伟大的班禅大师亲自讲的 你真的要读哦 因为我明天奖金会提到这边 希望你回去做 有啊 对不起 什么 哦 那对不起 我说错了 哦 对不起的 sorry sorry 我刚刚念错 我看错行 没错 幻灯片的第二行 六十页到六十二页 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sorry it's my fault 请看六十页到六十二页 只有三页 好好读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它说明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是一样的 接下来第七呢 就是介绍详细的参考书目 有不同的主题 那后面呢 时间到的时候呢 我再跟各位介绍 那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 还不要紧 还没有回向 等一下 先别紧 没关系 第一天 总是比较多事情要做 对不对 好 请各位 我先念回向文 请看第九页 伟大的阴光大师 帮我们赚的观音回向寂 在无量节的善根里 你能够听到大乘庄严宝王经 也听到六字大明舟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所以请给我两分钟 我带大家念第九页到第十页 念完了以后 自己就可以报告 好不好 请合掌 好 我放一张最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你知道谁吧 你们没有看过这张吗 佛牙式的如意伦观音 对不对 大家代表六道众生 好 请合掌 第九页 第九行 两个一句 希望你们能够这次学 请自印光大师 使西方极乐世界 大势之菩萨 承愿再来写的回向文 非常好 那在第九页的第二十一行 我弟子某某 某某就念你的名字 知道吗 念你自己的名字 我弟子两个字 像我的话就 我弟子兴红 你们不用念兴红 你要念你的名字 好 念的时候请注意听 现在要观想 极乐世界就在虚空当中 观世音菩萨像两三层楼这么高 所有你的家人 就在你的后面 无量的眷属 不管他有来没有听经 你都观想 观音菩萨像太阳一样 放光一样照着他 跟我一起念 两句是一个段落 几首观世音 慈悲大导师 几首观世音 慈悲大导师 九正无上道 安住长极光 慈悲大导师 慈悲大导师 慈怜众生苦 复现十戒身 慈怜众生苦 复现十戒身 因何身得度 既为现何身 敬令深善道 远令正菩提 菩萨慈悲力 菩萨慈悲力 诸佛莫能说 我弟子心红 从无始至今 由恶与和无始至今 由恶业利固 轮回六道中 由恶业利固 轮回六道中 经历晨叉劫 莫有得初离 经历晨叉劫 莫有得初离 欲掌大卑力 献身身净土 常识称圣号 兼礼拜供养 忏悔诸恶业 增长诸善根 忏悔诸恶业 增长诸善根 唯愿垂慈敏 消我诸罪障 放光照我身 疏手抹我头 甘露灌我顶 洗涤我心够 令我身与心 息皆或清静 令我身与心 息皆或清静 我愿尽此生 及未来季节 我愿尽此生 及未来季节 普与诸众生 说菩萨恩德 普与诸众生 说菩萨恩德 令彼贤归一 息发菩提心 令彼贤归一 息发菩提心 愿垂慈敏固 正名而设受 念完以后十一愿 若你有个别祈愿呢 在你再念 愿以此修食功德 回向某某某 或是什么历代祖先 冤亲在主 那最后我们念十一页 第十一行 希望我发个愿 将来我们全部在极乐世界见 好 请合掌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个祭奏 不要急 一起念 慢慢念 念的时候要观想 我将来就要去极乐世界 应该很欢喜 念六字大明咒的法门 我大悲咒的法门 一定可以去西方极乐净土的 好 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而离 好 今天第一天 谢谢各位 就讲经讲到这里 明天见 谢谢各位